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用市场全景图来做交易计划 然后在盘中执行交易计划 调整我们的交易计划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盘面 先找到我们有趋势的那个周期 说到这里 我提一下上次那个问题 有人评论说 哪一段震荡来看看 对我们这个交易系统来说 它没有震荡 为什么呢 当市场在震荡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不会走出回调 或者说你要震荡我并不知道 我把那种所谓的 我们定义的那种震荡 那种行情给筛选掉了 我都是空仓的状态 或者这样理解 当大周期它是震荡的时候 我们往往做的是小周期 当往往小周期是来回震荡的时候 在大周期上它是一个回调 而这个回调结束了之后 我们要去做这个趋势延续 所以为什么需要去 单品种多周期去做 就是因为市场它是有震荡的 而震荡它是有级别 这个级别把它放小了之后 它就是趋势 或者说把这个震荡缩小了之后 在大周期它就是回调 仅此而已 这个关系大家自己去捋一下 所以这个图我现在打开图去看一下 哪个周期有趋势 那趋势的前提就是 我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回调 没有回调哪来确实 对不对 这是我们这么去定义它的 当然这个定律都是通过概率事件来统计 并不是说确定性 市场没有确定性 我再次强调 目前来看的话 也就是五分钟可能出现回调 而这个回调等它才结束 然后我们的进场点是突破前期高点 所以就这么样子 所以我们的交易计划是怎么样 就这样 这是上涨 这是回调 这是第一个 就等五分钟去做多 那么第二个交易策略就是 它这一波回调 然后有个一分钟的空 然后第三个就是 在这个五分钟回调的内部 然后它出现了一个一分钟的多 目前来说 最直观的是这三个策略 那我们就看它盘中怎么去演化 来了哪个 咱们就做哪个 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打开一分钟图去看 现在这个地方这里有回调 这个回调被我们筛选掉了 就是这个力度太深 或者回调不标准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但是五分钟这个地方 却突破了前期高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做一个单子 在这 就不下单 只演示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 浮场 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的条件是 一个均线 咱们把这个均线 MA30 MA30 大家去看 MA30破了 咱们就走 不破 咱们坚决不走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破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平仓了 OK 平仓了之后 咱们就停下来 咱们去做一下新的交易计划 交易计划第一个 那么 就是一分钟的空 下跌回调 下跌 一分钟的空 然后 其次就是五分钟的空 其实这个跌的比较多 然后回调的时间比较长 那就是五分钟的空 去做这个空 然后呢 还有一分钟的多 就是它这个反弹 然后 这波再往下走 走不下来 这有一个回调 OK 目前来说 就是一分钟的多空 五分钟的空 这三个交易策略 另外的话 就是如果五分钟 在这来回震荡 它就会构造一个 15分钟的回调 那就是这样的 就是15分钟的上涨 15分钟的回调 结果再做15分钟的上涨 好 目前有四个测诀 我们一次去进行 一分钟的多空 肯定是在前面的 然后五分钟的空 是第三个测诀 对吧 然后这个 15分钟的这个多 肯定是最后一个 因为按照时间分序 是这个样子 OK 等它去发展 啊